美国除了打压TikTok之外 其实华为也是他们的眼中钉 现在感觉上面要制裁华为 可是却又开了一个后门 说这个AMD超微不可以卖 那谁可以卖 Intel可以卖 哪有这种差别待遇 所以这个AMD就很气 就讲说你这个美国政府 也是太差别待遇了吧 所以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华为一直被大家所瞩目 因为他们这个三奈米据说也要问世了 而且他们还有望超越三星 变成折叠市场的一哥 最近大家在讨论的两款手机 就是华为的Pocket 2 以及这个折叠机 这两款折叠机 这个Mate X5 这两款都在抢市 那三星的话最近没有新产品 所以陷入了一场苦战 感觉上面现在华为 因为不断的出货大爆发 已经拿下了这个四成的市战 超越了三星 已经变成了折叠机 现在全球的霸主了 还不止如此 华为同样也有这个电动车 那还有人在网上有流传 于承东 这个其实是 这个有一两年前的事情 但是网路上面讨论很热烈 他在路上碰到了Tesla的车主 停车停不好 还擦撞 那结果他就说 不然来买我们华为的 我们来听听 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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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用开M5 自己停车就可以搞定 对吧 真撞上了 应该开我们的M5就没问题 这个自动摩车不行 没开到M5就搞定了 乃车 我看华为的M5 就自动摩车 不用你自己搞 所以这个影片在网路上面流传 大家想说 其实华为很懂得 怎么样去行销自己 这样的一个影片在网路上流传 也达到了一个宣传的效果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看任正非 他也提到了 这个孟晚舟事件 使得华为现在变得更强大了 我们来听一下 这没有 这不用听了是不是 好 抱歉 然后再来 韩国的晶片 现在也是遭受到中美的夹工 那我们看看这个三星 SK 海力士 他们现在停售了 二手半导体的设备 因为怕得罪美国 所以没有办法卖给中国大陆 那知情人士讲说 他们就是担心这个晶片设备 落到不正确的去处 那这个可能会跟美国的关系 出现一些问题 那韩国政府真的是左右为难 因为美国不断在加强力道 就是点名说 韩国这些特定的企业 不可以对中国大陆出售 半导体的设备 但是呢 知情人士又来讲了 他说美国想要的真的很多 因为韩国政府 虽然了解美国的立场 但是他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他们的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这些企业 也必须得要活下去 所以他们担忧 如果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的话 会使得这些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 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为他们接下来 他们这个半导体设备的技术水准 本来就不及美日荷兰 如果出口 也就是说市场上面也受限的话 那接下来他们怎么样 在这个市场上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正向转动呢 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销售 就没有资金可以继续来研发 那韩国的中央日报提到了 因为美国在技术控制跟出口的限制 韩国正在失去大陆这个巨大的半导体市场 那其实现在这个中韩关系真的也是蛮紧张的 除了晶片的事情之外 其实像是汽车产业 或者是一些跟中国大陆重叠到的产业 中国大陆现在都已经选择用国货 而不用韩国的这些产品 所以韩国的这种出口量一直在下滑 中韩关系越来越紧张 也反映在这个破目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带动起 在韩国他们上映之后 这个电影票房狂飙 二十多天的话已经突破了八百万 那他们就是里面有这样在脸上写上汉字这件事情 还变成了一个流行的风潮 结果大陆网友就看不懂了 因为在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 在脸上写字其实是一种罪犯才会有的情况 他们说这个墨行或是叫做金行 那你去了解一下 通常是罪犯才会去这样写字 你怎么会变成一种流行呢 所以还有人在那边就是用这种批图的方式 就是说把他们的明星全部都 批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汉字 所以这个让大家觉得很怪异 怎么会变成一种新的流行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竟然还有韩国的作家讲 讲说呢 这个汉字不是中国人创造的 是我们韩国人创造的 这大家都听不懂啦 怎么会是韩国人创造汉字呢 因为韩国现在的字都是圈圈啊 什么框框啊 什么直的横的这样子 也没再用汉字了 所以大陆的网友就讲说 地球都是韩国创造的啦 那既然是你们创造 那不如你们首尔改回汉城吧 汉字嘛 是吧 那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华为 不受制裁影响 对 华为不但不受制裁影响 最近我想媒体都在报道 华为马上有一款新的晶片 叫这个9010晶片 这个9010就是 它是3奈米的 那现在就是说 华为这个Mate60 Pro 用的是9000 叫这个华为9000 这个晶片它是7奈米的 7奈米事实上的话 以现在大陆的这个 比如说中芯还有几家 这个晶片生产商 它手上只有所谓的 生子外光机 没有极子外光机 它已经是令人感觉很意外了 因为通常你要有极子外光机 你才能够生产7奈米 以下的晶片 而中国大陆在没有极子外光机 这样子的这个器材之下 这个机器之下 就可以生产出7奈米 已经让人家跌破眼镜了 可是上个月 美国的很多相关的专业的杂志 还说中国大陆 尤其是中芯半导体 已经成功可以制造5奈米的晶片 也就是说用生子外光机 而不是极子外光机 就可以生产出5奈米的 可是最近最新的新闻是 这个华为手机 要生产的9010晶片 事实上就是说它已经设计出来 那它是3奈米的 而且制造上也没问题 所以就是说设计本来就没有问题 晶片设计本来就没有问题了 那制造的话如果中国大陆 能够制造到3奈米的话 那就会反映出来 美国的所有对中国大陆的 这种所谓的晶片禁运也好 还有制造晶片的各种设备的禁运也好 都落空了 都落空了 所以本来就是说 Mate 60 Pro这支手机出来的 用的是9000晶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极为震撼了 成篇累读的专业报道 想要知道怎么生产出来一个7奈米的 我明明把它的生产设备都扣住了 怎么还制造出来 现在连3奈米都制造出来了 所以如果是确实的话 美国的商业部 雷蒙多可以说可以下台了 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当然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了 不过我觉得光一个Mate 60 Pro的麒麟9000S晶片 这个生产出来7奈米晶片 就已经证明美国是白忙一场 那是不是会继续白忙呢 就看现在讲的 所以麒麟9010这款晶片 3奈米晶片 是不是到时候正式的问世 好 请教杨老师 我们看在就是川普的贸易战 科技战 拜登加码之后 似乎就是说供应链 尤其是科技产品 半导体 这些先进制程 要变成两个供应链 不管你把它叫脱钩也好 还是叫去风险化也好 很清楚 你看连这个二手剩下来的 这个机器都不可以卖 二手一定是比较旧款 而且大概都是比较成熟制程 就算是深进制程的话 它也是前一代 但是都不可以卖 它就是要把美国所主导 西方的这些制程 它认为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 可能中国大陆在做的 完全切割 叫做两个半球化 以前是一个全球化 大家国际分工 然后你做你专长 我做我专长 我可以买你的专长的东西 台积电的这个晶片 那当然可能是 Intel可能是 就是说这些设计的 然后我来用 我来做制造 其实大家很高兴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变成两个半球化 再窒息下去 各位 可是你往回里面看 没有不要多久 二十年 十年 只要中国大陆 进入到的工业制造领域 到后来它如果一旦做好了 做成熟了 这个全球的市场 大概就是它的了 它不只是寡占 它甚至会变成独占 那你看看 比如说太阳能板 电动车 电池 华为 力讯 是不是 这些厂 这些领域 根本不要说里面 有好多好多 中上下游的一些材料 然后器材 设备 只要中国大陆一进去 因为它能够制造出来 它的工业基础 它的群聚效应 没有问题 它的市场也这么大 然后它可以行销 你西方以外的全世界 甚至西方要跟它买 所以以制造能力 以成本控制 以创新而言 你到后来 其实这个市场 你必须要拱手让给它的 你在本来好好的一个 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里面 你可以做你专长 然后投资你的这个研发 在你往更先进的去走 对不对 但是你不这么做 你逼着中国大陆 必须要去川建国 拜富华 拜政华 然后逼着它要去走 自己先端的东西 那它会不会做得到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到后来 很多领域都 甚至包含半导体 很可能会变成中国主导 那你会怎么办 你只好政府去设限 管制跟国安的东西 一定要用高成本 你自己做的 养了一批 没有竞争力 不控制成本 然后创新又弱的这个企业 提供你的国安 到后来 其实是对你的国安 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 其实美国这套思维 就非常短线 政治取向 而且是一种民粹的 这种所谓的科技 产业的思维 这个不要多久 我觉得10到20年 你就看到 我所讲 我所预言的情况 会出现 好 请教永平姐 今天我们又来 讨论到韩国的问题 我是也很认真 在追韩剧的人 所以我对韩国的文化 也因为追了韩剧 所以我就去读了不少韩国的历史 我对他的文化 一直有一种困惑 就是说 他是一个 因为文创产业 兴起来 他相当的自豪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根深蒂固 在面对中华文化 渊源流畅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 显得很自卑的文化 那我觉得很多的笑话 都是这种 既自豪又自卑的 矛盾心理所引发的 所以才会说 以前就出现过说 这个中医跟中药 其实都是韩药 韩医 也是韩国人发明的 然后什么孔子 也是韩国人 说什么中秋节 也是韩国人先有的 结果最离奇最离奇的 我真的是 真的打死我都想不到的 竟然可以说汉字 我们现在用的这种 这个正体字 竟然是韩国人发明的 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个 如果你真的认为 汉字这么重要 对你韩国发明 是这么骄傲的事情 那为什么日文到今天 还留有那么多汉字的使用 可是你韩国呢 却全部在 这个大概二三十年前开始 全部取消汉字 完全全部用韩国的拼音字 你知道以前我们早期 去汉城时期 你还看得到 路标有些汉字 后来改成到首尔之后 已经全部看不到一个汉字了 那你到底今天你在搞什么 你的文化到底